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肉有很深的迷恋 水哥会找各种机会 找到合适的女性把她们弄晕 然后晕到山上的小木屋 墙上满是各种诡异的刀具 水哥拿起刀具开始对女士做着什么 然后开车回家 把包里的肉整齐地放进冰箱 没错 水哥是一名食人族 他很享受每次的进食 把肉小心翼翼地拿出来 放平整 然后涂上酱汁 伴随着芝拉的响声 水哥开始细心享用着美食 这时 楼上住进来一名叫小花的美女 小花的职业可不一般 她是一名按摩师 就是搞些疏松经络的按摩什么的 至于到底有多详细 我也就不多说了 大家都懂 美丽性感的小花 渐渐和水哥熟络了起来 水哥经常半夜 在楼下偷看小花 这天 小花因为和妹妹吵架 小花来到了水哥家里 在屋子里四处参观 还打开了水哥的冰箱 看到了满满的肉 因而引起了水哥的不满 水哥说带小花去散心 随后 小花跟着水哥来到了山上的小木屋 结果可想而知 小花成了水哥口中的美食 过了几天 水哥发现 小花房间的灯又亮了起来 原来 小花的妹妹小美来找她的姐姐 姐姐拿走了他们共同的积蓄 那个钱是要给父母的 可是姐姐却失踪了 水哥给了她三千欧元 让她寄给父母 小美为了报答水哥 决定免费给她来一次按摩 小美娴熟的手法 给了水哥一种触电般的感觉 直接勾起了水哥对人肉的渴望 按到一半 水哥迅速穿好衣服 开着车就开始四处觅食 一个美女引起了她的注意 火红的裙子性感而俏皮 海风吹拂着她的长发 瞬间撩起了水哥的欲望 可惜她居然有男朋友 不过这根本不是事 水哥直接解决了这个男人 美女因为害怕 一直躲在海里不肯上岸 直到被淹死 这边 小花失踪的事情 还是被警方发现 她的男友 时不时来找小美的麻烦 于是 为了保护她的安全 水哥让小美住进了自己的家里 自己晚上择睡沙发 这让小美产生了极大的安全感 还给水哥做个早饭 于是 水哥邀请小美 一起去山里的小木屋 顺便散散心 第二天到了小屋后 小美喝了酒 就倒在了床上 水哥熟练的把小美 放在了操作台上 脱光了她的衣服 拿起了道具 可是怎么也下不了手 难道 这就是所谓的爱情 天亮了 小美醒来发现 自己没穿衣服 以为和水哥做了什么 于是对水哥更加暧昧起来 这天晚上 水哥终于忍不住 对小美坦白了 她是一名食人族 我爱他们 杀了他们 并吃了他们 包括你的姐姐 但是我对你却下不去手 也许这就是爱情吧 在回去的路上 小美渐渐接受了这个事实 当车开到悬崖边上时 小美突然抢夺起方向盘 想要和水哥同归于尽 可惜小美死了 水哥却活了下来 电影的故事其实很简单 但是水哥随着跟小美的接触 心理上产生的细微变化 却刻画得非常传神 一个从未接触过某一事物的人 偶然间触摸到了新奇的东西后 那种细微的紧张与好奇 被演绎得非常到位 果然一个不想当厨子的裁缝 不是一个好司机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食人恋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